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袁冰岩和欢瑞关系回春 这几处细节不难看出,还有一点很关键 一直以来,欢瑞和袁冰岩的关系都是欲说还修 剪不断,理还乱 在流离之后,是众人皆知的云哥会冷落他 各种拆戏闭合很长一段时间不曾露面 但在流离之前,袁冰岩也因为私自接下 办事密堂办事伤女二而被召回 私自接戏固然不对,但据悉袁冰岩已久无工作安排 几乎是半血藏的状态 很多人以为袁冰岩和欢瑞是半约的关系 事实上他和陈毅、张雨昕一样 同为欢瑞旗下30多名全约一人中的一员 双方关系曾一度僵持,曾让不少人匪夷所思 不过闹剧终有收场时,如今欢瑞和袁冰岩疑似关系回春 这几个细节可窥见,有一点是关键 近日,欢瑞释出一组跨年的视频 其中剪辑了欢瑞不少剧目的名场面 在视频中,网友发现流离里的初遇夫妇也在其间 要知道,欢瑞自流离完结后对初遇CP和卫视讳莫如深 常常亲自下场思,这样放出画面实在罕见 如此行径自然引起不少网友围观 有粉丝惊呼,你居然放玄机私奉了 还有人称,孟茴琉璃我的初遇夫妇,也有人发问欢瑞最近咋了 的确,除了视频剪辑中看到了初遇夫妇,欢瑞更忙不迭的地连发多个琉璃视频,让网友很是迷惑 除了琉璃相关的视频,欢瑞对袁冰岩的宣传也多了起来 他先是发了条袁冰岩的造型图,称之为华丽优雅在淘大小姐 照片中袁冰岩一身抹兄弟裙,黑金壮色再配上烈焰红唇,一改往日的俏丽模样,气场全开,颇有女王风范 之后,他再度帮袁冰岩安利伍兹,称其不只会守事武,并晒出袁冰岩在最美中国系中化申林妹妹的伍兹 从这几处细节不难看出,欢瑞和袁冰岩的关系已经回春,俩者之间的宣传互动都多了起来 而之所以如此,人气是关键 欢瑞常在社交平台宣传旗下的女艺人 近期除了袁冰岩,还有两位女艺人的视频引起网友关注 一位是林源 林源也是欢瑞麾下的艺员,但他角色出圈度不多,令人印象颇深的是在听雪楼中出演反派池小台 但因为人设不讨喜,并不受观众待见 除了听雪楼,林源还是《沉香如蟹》里的沈湘君《穆白手》中的《默幻问天》里的赵甜甜 虽然剧中多出演反派,但生活中林源还是颇为可爱 在欢瑞释出的视频中,他先是在化妆间化妆,之后开始拍摄 期间一直问工作人员你觉得我漂不漂亮,显得十分可爱 还有一位女演员同样引起网友的关注,那就是梁靖贤 欢瑞也为梁靖贤拍摄了一则视频 视频中,梁靖贤一身新年打扮,红白旗格毛衣配红色贝雷帽看上去十分喜庆 梁靖贤是《大唐荣耀》里的何灵衣,也是长安诺中的灵真儿《绝代双胶》里的铁心蓝 比起林源,梁靖贤的角色更加鲜明,知名度特更高,但和袁冰炎还是相差甚远 从三人的评论互动来看,袁冰炎的人气远超两人 或许正因如此,欢瑞才会选择力捧袁冰炎吧 其实从一开始,欢瑞对袁冰炎的定位就不低,不少剧中都是女主角 即便做配角,莫姗姗丫头这些角色也很鲜明 如今俩者关系回春,希望欢瑞能更加重视这位潜力演员 也祝袁冰炎未来发展得越来越好